很高兴您来到STAR频道! 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 宇凤行与莲花楼入围白玉兰奖提名,谁将一举夺魁? 随着中国电视剧行业的蓬勃发展, 备受瞩目的白玉兰奖即将揭晓新一届的入围名单。 据悉,备受观众喜爱的古装剧宇凤行以及武侠剧莲花楼 均以成功报名参与今年的白玉兰奖角逐,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与凤行由赵丽颖和林更新领衔主演, 自开播以来就以其精湛的演技, 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高质量的制作水准, 赢得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 赵丽颖在该剧中不仅担任主演, 更是担任了总监制的职位, 展现了他在影视行业的多面才华。 林更新则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演技功底, 为角色赋予了生命力。 两人的再度合作, 无疑为剧集增添了不少看点。 另一方面《莲花楼》由陈毅和岑顺兮主演, 该剧以其独特的武侠世界观和紧张刺激的剧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陈毅和岑顺兮在剧中的表现同样备受认可, 两人的演技和角色塑造能力均得到了业内外的高度评价。 白玉兰奖作为中国电视剧领域的重要奖项, 每年都会吸引众多优秀作品参与竞逐。 今年的报名作品更是竞争激烈, 众多电视剧都渴望在这一舞台上脱颖而出。 《与凤航》和《莲花楼》的报名成功。 不仅代表了两部作品的高质量, 也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白玉兰奖, 将是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 5月,白玉兰奖的入围名单将正式公布, 届时我们将能够看到哪些作品能够获得评委的青睐, 赢得这一荣誉。 无论是与凤航还是莲花楼, 他们的入围都是对演员们努力和才华的认可, 也是对整个制作团队辛勤工作的肯定。 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两部作品能否在白玉兰奖上斩获殊荣。 随着颁奖季的临近, 粉丝们的热情也在不断升温。 赵丽颖、林更新、陈毅和曾顺希等主演的粉丝们, 已经开始积极的为自己支持的剧集和偶像加油助威。 在这个充满期待的时刻, 让我们一起期待5月的好消息, 为这些优秀的演员和他们的作品喝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